我要撞他 我要撞他 然後他就跑 朝著黑衣男用力衝撞 但被對方给跑了 刑警立刻下车拔枪 不过对方的手里也有一把 双方就在路口驳火 其中一名刑警中弹 幸好这个时候 辖区警方也追了上来 嫌犯赶紧徒步逃跑 才没有继续开枪 其他远警赶紧上前 查看同人伤事 警匪枪战发生在凌晨两点多 新竹县虎口香工业区附近 中弹的是桃园扬眉分局的刑警 一开始跨辖区疑似想要抓人 没想到对方会拔枪 而户口警方会到场 是接到报案电话 说车子被砸 但到场没发现 却看见了可疑车辆 新竹警方到场的时候 发现一辆车行机可疑 是停在路边没有熄火 而何信通气犯 当时就是坐在后座 但他碰上警方拦茶 不止不配合 而且还趁着远警不注意 下车徒步逃逸 46岁何信毒品通气犯 被新竹警方拦茶 趁机下车沿着小巷子逃逸 没想到过了几个路口 又碰上桃源刑警 双方当街互轰 开了至少八枪 嫌犯发现远警肩膀重担后 就加速逃逸 虎口警方追查报案人 是嫌犯的女性朋友 当时载着他一路逃逸 因为害怕 决定偷偷报毁损 让警方到场处理 因为事发地点是工业区 还有不少未完工的建案 半夜人比较少 他逃进监视器死角 疑似往平常出没范围 新竹市区逃逸 身上还有枪 新竹市民恐怕难以安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